好 是你喜欢的坏坏 对 好美 漂亮 好美 好害人 好害人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莉颖 来自广东 广州 今年26岁 在英国练完硕士回国之后 现在在一家美妆品牌公司 当运营还有推广相关的工作 很鲜 心目中的预警 感觉是我的菜的感觉 几手 几手 4号 你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这一上场 美得让我惊呆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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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说话了 我儿子也是高大帅 你还是关注关注她弹着 谢谢 李莉颖就喜欢阳光 然后笑起来一定要很帅 2号 女嘉宾 我觉得你就是我儿子说的那样 最标准的女性 我妈还是了解 身材高挑 欲姐范儿 谢谢 谢谢 其实我很谢谢各位 对于我外在形象的一个赞美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发掘一下内在的东西 然后谈论更多方面 好的 那我们看完片子再问 ABC汉方纯棉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下面请看VCR 南风过境 未来给我的信 第一封 关于 严格的自己 我是李莉颖 一个广州女孩 英国海归 国际商务硕士毕业 学成归国后 在国内知名上市电商企业 工作两年 商务女精英 从小家境优越 一时无忧 别人都以为 重担和压力 不会落到我身上 我意识到 单一的标签 会让人迷失自我 所以我决定跳出树心圈 跟我哥嫂一起 在自己喜欢的美妆领域创业 不管是工作能力 还是未来的事业 我都希望做到更好 证明自己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嗯 事业生 第二封 关于 严格的爱情 对爱情 需要层层筛选 做出很严格 彼此接触 是我爱情的试点比 磁场很重要 如果我们互有好感 约会中 我们可以牵手拥抱 多报恩还是挺重要的 是恋爱开始的第一步 感觉它阅历很广的样子 接触的感觉 其实就决定了 我们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虽然 筛选过程中 可能激进苛刻 但正式恋爱 我就会一心一意 我不喜欢 互相干涉的爱情 在我们的感情不稳定之前 我不会要求互相公开 爱情是两个人的小事 这样分手后 才不会人尽皆知 其实我也是一个需要 宠爱的小女生 如果你很优秀 我会做好你的鞋内住 但我不会放弃自己的事业 那些风声 我已经写好了 等待未来的你出现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我感觉各位已经都非常心动了吗 还需要确认一下 心动是心动 但是她有一些问题 好 1号 那个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1号男嘉宾的妈妈 那个激动 我觉得1号妈妈有点紧张 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 对 她很 开朗 对 她也很开朗 而且比较爱好健身 希望关注我们 对 关注王明星 好的 会的 阿姨 谢谢 很少看到1号妈妈说话有点紧张 对 3号 3号 女嘉宾 3号 你老公从来一句话都不想说吗 我老公他说他不会说普通话 他在家里是最能说的了 我们都 要不然让你老公尝试说一下 好 我说一下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叔叔你好 我觉得你爸不关注这个个子 以及学历 以及性格 她们说话我都提不认着 都适合跟我儿子谈对象 所以说吧 我希望你给他两个关注一下 好的 谢谢 我还是要说 你老公说完了你还是要说 你对年龄和身高方面有没有要求 年龄的话我觉得大个五六岁的话 都是可以接受的 是吗 我儿子太合适了 这边正好比你大0岁 张潇刚刚那个也是遇解范 现在这个也遇解范 你更喜欢哪一种遇解范 我还在观察一下吧 那可见你更喜欢上一位 因为你很快就按灯了 对对对 因为虽然她比较紧张 但是看起来比较女姐夫 但其实我觉得她内心 应该是比较柔软的人 她是那种看起来很自然 但可能内心会比较强的人 我懂 反过来但是 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有一个关键词 我估计里边也有男生会想问到 好像是叫爱情是电笔 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是感觉 就是看着感觉 因为磁场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跟你的接触不够多 了解得不够深 我是不会那么容易开始一段爱情的 她是比较在爱情上比较慎重 就不会冒冒然去开始一段感情 对对对 是个谨慎的人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你好 我是六号嘉宾 麻烦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 来把六号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刚刚看了你的VCR 你说了一句就是 你在跟异性确定关系之前 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 比如说牵手拥抱之类的 这是针对你比较喜欢的男生 还是说所有的 就是你想要谈恋爱的男生 都可以这样做呢 这肯定不可以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 我指的是护有好感的男生 而不是说谁都可以 不想发展的男生 我是不会让他有第一步的交往的 性感的女生 是不是会给你们没有安全感 会有一点点 就有一点点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一号 可以请你把我的声音共放一下吗 一号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就是关于你刚刚在VCR里面说 就是不喜欢在发朋友圈公开 这个是出一种什么样的理由呢 是想保留更多的可能性吗 还是 因为在我看来 感情没有完全就是稳定之前 公开 互相公开 是一种比较 我自我认为是比较幼稚的行为 因为爱情必须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先要把自己 两个人的事情处理好了 你再去公开的话 你也会有底气一点 而且同时你也不会在分手的时候 搞得那么的难看吧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你还没有一个开始 你就想到了关于结束的 这个解决方法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点过早 那只能说我 想东西想得比较全面 也不能说这个是说过早了吧 就是喜欢去先考虑 最坏的这个情况 对吧 那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也得要想一想 本嘉宾有百合网推荐 好的 那知道了 谢谢 他应该是比较理性的那些 我觉得凡事是 应该积极向上往上 对 我也不行 你一开始就抱着一个消极的态度 他这个刚开始就已经想到分手这一块 这个肯定是不是就不行 我很想请问一下静姐这件事情 关于两个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经常会讨论到 发不发朋友圈 公不公开这件事情 这个事你怎么看 孟爷 对 因为这边激烈地在讨论中 我觉得我能够了解女生的心情 她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强什么 但她 你会特别发现她是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所以也不见得这个不公开 就是说我想到最坏 有时候反而也是一种保护 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太懂我们了 对 我觉得静姐姐真的很懂女生的心思 爱情是两个人的小事 本身自己内心还是比较小女生一点点 就是会很害怕受到伤害 因为毕竟之前也有过失败的感情经历 对 我也觉得是 结果经验之后她才会这么想 不太接受 对 不太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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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说这个行为我们理解 但是如果是真的会遇到自己的话 还是 喂 孟爷您好 我是5号 您好 方便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吗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5号的声音放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 你平时的生活圈子 就是私下休息的时候 是更喜欢独处 还是有很多朋友 比如说喝酒啊 蹦地之类的 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我看起来外表会很喜欢 就是热闹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独处 因为平时工作的时候 面对的人太多事太多了 我希望下班之后 会有一个自己的时间 那你觉得你能够给足你 未来另一半安全感的人吗 对啊 对啊 就像我刚刚VCI说到的 虽然我筛选爱人这方面 有很多的标准 但是一旦确定关系之后 我会一心一意 我很希望我们两个可以 多一点我们两个人的时间 然后给足彼此的安全感 到底是从哪一点开始 你们改变了心意 因为他也解释了 他并不随便啊 他是解释了 但是我感觉不是很能理解 他是从头到尾 我觉得一点一点在减分 一点一点在减分 对 喂 喂 孟爷爷 我是三号选手 帮我开一下公放吧 三号 喂 女嘉宾 您好 你好 我感觉你在台上表现得非常理性 所以我想问一下 那你在感情生活中 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吗 肯定不是啊 是啊 他刚刚分析的就很理性 我是想说你们是从哪里看得出来 我很理性 其实谈起恋爱来 我还是比较稍感性一点吧 我也有我小女人那一面 偶尔撒撒娇啊 或者是给她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解释得很好啊 解释得很确 就开始有一些偏见 然后后来 我觉得你们对她有误解耶 她其实是一个特别 可能需要照顾的女生 可以理解 但是我有相似的感情经历 不太想经历了 你们男生真的太难伺候了 又需要女生给你们空间 然后又觉得她太独立了 你们没安全感 你们男人真的太难伺候了 太难伺候了 其实我能感觉到 2号女生到现场之后 整个气氛和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丽颖她在这个状态中 她是呈现出一种 回答问题的状态 她没有呈现出她生活中 就很乖巧啊 很小女生的一面 喂 喂 那个孟爷 我想最后 魏丽颖再拉一下票 我觉得有一些女生 她们像刺猬一样保护自己 是她们非常知道 一旦她们把感情交付出去之后 就是百分之百 没有余地 所以她会很小心保护自己 以免自己全然交出去的时候 会受伤 是的 对 可是这世界上 也只有那么一个幸运的人 可以看到她最脆弱 最小女人 最会撒娇 然后 最可爱的那一面 所以我觉得丽颖这种女生 是蛮值得 男生们考虑的原因是因为 她不是对谁都释放好感的 她的这种刺猬的东西 其实反而会 做了第一道非常好的筛选 她的所有的伪装 只是因为她是脆弱的 对уется 多寳一来 她的伪装 除了 做了 你时间也不误了 好 这些这次 看来 看来 记住了 站住了 那我好快 来 谭主 好 嘉宾 你好 你好 刚才大家对你 都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误会 但是你刚刚解释的 我也听懂了 看似很是理性 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但是实际上内心是 还是很感性的对待感情 所以我觉得 你听懂了 对 我觉得 我就是很相信直觉的一个人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我的答案是不需要 让荷尔蒙说话 不需要理由 好 上去灭掉三男的回来 他会灭几号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现在好难 三号 三号不要灭 三号在猪海 哎哟 哎哟 你来了 妈妈们都好喜欢他 挺好吧 对 好 没关系 不要 月明号 不要 6号 来看三个男生的基本资料 谭卓27岁 商业地产租赁 宅川龙24岁 自媒体 陈叶岗24岁 销售经理 三条短片 我们家谭卓 从小到大穿以后 也特别讲究 你看他照相的姿势 小腿一拧着 他照着这么厚 他现在也特别时尚 我连你看看他的衣柜 整个柜子的衣服 我没有一件能想用 包括他今天穿的衣服 你看看这一套衣服 小镜 一大洞 也可能是我们老的 和年轻现在有什么带哥 有什么带哥 带哥 也会搭配穿着漂亮 两个人走到大街上 会投利100% 下一条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认为 父亲是最粗心的那一个 但是我儿子从小到大中心 我一件都没有 一直保留着 准备在想他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下 从铺生开始 穿过的衣服 一天都没给他丢 这是他刚铺生时戴着帽子 以后让孙子戴 只要他玩过玩具 一件都不舍得送人 以后让孙子玩 只要他得了奖状 我一张都没舍得补强 以后暂时给我孙子看 儿子 从小到大的东西 爸妈一直给你保留着 好怀念你小时候的样子 赶紧让爸妈抱我孙子吧 下一条 我很喜欢去旅行 曾经一个人去西北 去了四五次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原因 我几乎不怎么拍照 我在日常生活中 会有一个小习惯 每天会刷半个小时的APP 我遇到喜欢的照片 我会把它保存下来 当做以后去旅行的目的地 我给你分享一下 这几张照片分别是 俄罗斯 瑞典 以及芬兰的三张极光照片 极光 每当我看到这些 极光照片的时候 我的内心都有一种 很深的平静感 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于 大自然之中 女嘉宾 如果未来我们能牵手成功的话 我一定会为你拍 好多好看的照片 一起去芬兰看最美的极光 有请5号 6号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我一定会绕到她 5号开始 女嘉宾 你好 我是5号 翟川龙 你好 刚才看你的VCR 包括你对自己的一些保护 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状态 觉得自己也跟你有相似之处 但是我出来呢 还是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曾经有一段 可能比较相似的感情经历 对我也产生不太好的印象 所以说觉得我们不合适 不好意思 6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很抱歉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的 从恋爱观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遇到喜欢的对象 就应该冲动 就应该勇敢 而不是考虑那么多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 不好意思 我 我的宝宝 我的宝宝 4号 丽养你好 我很相信我直觉的一个人 你的外形 到你刚刚在台上的表现 都是我很喜欢的类型 之前也有像你类似的这种经历 所以我就包灯了 我嘴皮要笨 也不会说什么太多那种深情的话 但是 我希望以后的行动 能够来表达我的真心吧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我我觉得他俩是适合的 对 好 来 还有一点 孟爷爷 就是宝宝宝现在在广州 然后我这边工作的兴致 不需要我在某一个城市 待的时间很久 所以我觉得地狱这块 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问题 对 你是说天涯海角 我去找你就好了 嘴也太不甜了 好 来 三线场看一下 女嘉宾的妈妈 嗨 孟爷爷 你好 两位好 现在你们能够给到 女嘉宾的建议是 孟爷爷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 我觉得2号 3号会很匹配 所以他灭灯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现在就是很尴尬 就是5号和6号 他们确实觉得可能不适合的 我想静姐 能不能来我们这个现场 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对对 因为她一直在2号现场 知道男生在沟通什么 来 可以 静姐 OK吗 可以 好的 我马上过来 那边给他们一点时间 现在的5号和6号 已经明确地表达了是拒绝 来 我们先请这两位退场 我们听一下静姐和女嘉宾的家属 沟通完了之后 有什么结果 我先来讲一下 就是其实一开始 几乎所有男嘉宾都对丽颖发出 很美 真的很美 然后可是在可能VCR的过程当中 大家开始产生了很多疑问 大家也可以慢慢发现 丽颖从非常放松 然后到开始 对严重 有点紧张 就是这个气氛 我想孟爷爷你也发现了 是 对 在这当中呢 就是谭卓 她是一开始 反而没有最上脑的那一个 可是到她渐渐地听丽颖 在说话说话说话的时候 她开始确立 所以这个女生我想保护她 我想照顾她 然后我希望让她开心 静姐疯狂助攻啊 所以我是要讲 不管在现场的多少男嘉宾 想要争取她 他们都没有发出这个勇气 所以就忘了吧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最后要说就是 谭卓 她其实是一个蛮嘴笨的人 她就是挺结巴的 这是我们坐在一起以来 她说话最顺溜的一次 可见她内心的情感 有多么地澎湃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蒸蛋糕 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 问4号 我现在给你20秒的时间 你会想出用什么样一个方式 让我对你心动 然后就是我 我就是我手上刚好戴两个戒指 然后吧 我希望能给你暂时的 能给你戴上它 然后希望未来的有一天 能把它混成钻戒 就这样 我希望能给你戴上它 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你们的事看我干嘛 我希望能给你戴上它 ξ黑了 好笑啊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想跟我喜欢你 对吧 可以吗 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要求 幸福的从容 像迷魂都淘红 挺配的嘛 这个大师拿着 他不让他帮他带 他走到跟前来 还弄了半天 我可以吗 人家都说了给你20秒 你20秒 你就可以干什么事 就可以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添加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4号给你爆灯 你愿意跟他走 还是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我感觉可能 宝宝不会起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好好果然 我要哭了 我觉得他受伤了 当时出现三位男嘉宾 有两位就主动 就是给拒绝 其实我挺想不到 这个结局的 也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我挺能理解 他们的行为的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爱情观点 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为什么没有选择他 就是我说 你最后20秒 你可不可以对我 说些什么东西 其实他就在那里定住了 他说不出什么话来 怎么会这样 我们上一期节目就看到了 谭主不是一个 能说会道的 特别会说那种肉麻话 特别会说什么土味情话 那种他不是 我们能看得出 这个女生是那种 很有定见 很有想法的人 可能在最后的时候 4号的那个举动 那么的犹豫 是不是这个因素 我不确定 静姐 你的最后的感觉是 我哭了 让我平复一下 哎呀 真是的 你觉得女生的想法 有可能是 我觉得她是有想法的 然后我也觉得 她有一点点小受伤 都还没有开始 她就被拒绝了 我有点心疼丽营 但我希望她知道 就是她是值得被爱的 我们希望她们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 自己的真爱吧